大家好 今天是10月4日 星期一 今天是10月第一個交易日 大家上星期 見到美股的表現這麼戲劇性 應該都曾經有一絲 希望港股今天的表現 都希望可以好一點 但又是事與願違 而且一開始那一刻 表現已經一般了 當然跌勢的其後 越來越誇張 今天的走勢 坦白說 是有點意外的 而且 個別的板塊 表現之差 令到我都很 不爽 就是航運股 稍後我會再詳細 講解一下 有什麼情況 大家要留意 先說回市 我想也要講一下 美股 因為我見朋友都開始問美股 都輕輕講一下 跟大家介紹一下 IBB和這個三個Q 是什麼 其實 美國那邊有很多不同種類的ETF 其實你說 IBB和這個三個Q 都是ETF 而ETF 當地也有些 槓桿式 好像本地的兩倍槓桿 而 美國那邊 有些三倍槓桿 很多股份都有些三倍槓桿 你可以說 不單是指數 譬如說 道指 Lasdaq Dow 不知道這些 它還有很多 譬如說 指數 譬如說 ETF 三倍 它有很多種 但是 這些朋友問的 IBB和這個QQQ 分別就是 S&P 500 和這個 Elastic 你說現在 買不買好呢 甚至乎 什麼狀況 其實 美股上星期五的時間 我們說上星期 四、五 就是這樣 表現就 其實 不是算特別好的 特別是星期四的時候 那星期五 就有點誇張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星期五那一刻 上升升上來 其實你可以說 應該是 應該是 什麼 是因為疫苗的消息 好像密克藥廠 那個消息 那就是口服的疫苗 但是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 真確性 那個效力 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要再看的 所以 我前度上 疫苗股 你的今天的跌幅 是不是很厲害呢 如果以回 我們說當晚 當晚 當晚的時間 你見一些 比如說BioNTech 像Moderna 那些 它有跌下去 也沒有那麼誇張 跌兩成 香港你沒有跌 也跌了兩成 那麼 對 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 我再說多一點 其實當地 你說像Moderna 像BioNTech 他們的股價 上個星期五的時間 是跌了很多 但是他們的股價 由年初至今 都仍在升兩倍 所以 客人應該兩倍上來 跌一些 合理 但是 香港這邊 其實你看得到 好像復星那些 甚至乎 康喜樂那些 其實我們的跌幅 跌兩成 已經跌到去年內的第一位 所以 有些程度上幾不同 也反映回 當地 其實有壞消息 但是股價跌也好 當它值得升的時間 它會升得很厲害 所以 為什麼 我以前的路上問我 美股 我覺得 是 好一點 所以 沒有啦 我都知道 我也說 我都會將一些 資金都是沒有的 可能 去買回美股算 因為港股也令我 很失望 是很失望 另外 你說 現在買不買好 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又會覺得 不妨先打壓 其實美股 你預料到 它都會很震盪 什麼意思呢 其實 你上星期 回看的話 其實很誇張 上星期五個一下 升上來 第一 是因為本身有疫苗消息 第二 是說 停擺那件事 似乎 那個擔憂 稍微舒緩了 那 另外 那一消息一出來的時間 波音 就打了上去 波音 也算是 拳重點的股份 你波音 有彈 你其他股份 有彈的時間 那 美股上星期五是很強的 它有什麼情況 它應該是 03年以來 最厲害的 十月份 第一個街日的升幅 這個 是十多二十年 最厲害的 所以 但是 你預計了它會錯 因為它很快 就會出 因為今星期五的時間 它就會出 浪番 飛龍的數 另外就是 就業數據 另外就是 今星期會出 這個 這個好像是 上一次的 會議紀錄 應該會由著 什麼時候收稅 會有更多的 啟示 所以 美股預計了 所以 你要買 我不反對 不過 我相信 未來這段時間 會有更漂亮的 賣入價 給你買 如果你買的話 記住 一件事 分駐買 分駐會更好 但是 相比之下 港股就 不行了 哪是差 甚至乎 今天連24,000也跌穿過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市場 我都說是23,700 這個位置 都要上落 短期時間 就是在這個位置上落 23,700 這個位置 是有些關鍵的 即是 如果你連那些位置跌穿過 的時間 你可能再數下去 就算你可能 再數一下 23,500 甚至乎 可能23,300 這個位置 我想 逐步逐步看 不過 一個比較上 最麻煩一點的 就是 很多負面的消息 其實都仍然繼續居住下去 包括恆大 還有這個 叫做 是 誰 恆大加 這個叫做 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 中美現在又說 那個貿易戰 那樣東西 又有些糾紛 所以變了 又是 要看看情況 另外 也可以說 一件事 好像剛剛提到 那個叫做 恆大事件 因為恆大事件 沒有搞到 現在說 借333 我派的 然後還說 恆大物業 就是這個叫做 合新創展 即6754 去買它 那 今天早上有很多傳聞 其實有一個傳聞 就是說 它會買它 又說 它的股值 就是 好像入股的金額 是400億 那 這裡 我會這樣看 大事件 首先 我不會建議大家 買恆大的 因為恆大是 因為 它的情況 現在 現在 你沽也好 你也是 你在做什麼 減債 但是減債 我相信 現在變成橫息 而且 純粹是 那些人 可能你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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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就是 400億這個數 我覺得值得相確 今早 很多媒體 他們說 類似 2754 出400億 去買恆大 那些 的股份 就是 買它那些五成的股權 那 我就這樣說 首先 現在的恆大 即是 四傳三 是拿著恆大物業 六成的股權 那 首先 不知道是否 那些股權 可能要賣給 754 第一 第二 就是 我覺得 因為現在你看到 恆大現在的市值 好像 大概 五百零 那 那 如果你這樣算 即是你用四百億去買的話 賣五成 那 意味著 現在的6666 可能值幾百百億 那 做生意的話 那 現在做生意的事情 我相信 就不會這樣做的 就是 如果你看到一個正常的情況 你看的話 你不會用 一個 一個叫做 八百億 你買現在 值五百億的東西 那 對 那 這個情況 那 所以 那個賣入價 是否這個數 我有保留 反而 反而 你說四百億 可能現在 他覺得 就是 四百億以上 這個價 就是 現在的 恆大物業 他覺得那個價值 那 可能 就是 我當它是 四百零億 那 你可能你說 現在 買五成一的股權 那 但它是二百零億 呢 這個是很合理的 如果你說 用四百多億去買它的話 這個 我會覺得 是 用點而得意的 但當然 如果假設你說 七五四 用四百多億去買 恆大物業 五成幾億的股權的話 我覺得 這一單 deal 對七五四來說 一定 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真的叫 在某程度上 你買貴了 所以 先看一下 市態的發展如何 現在去 去 去 對七五四的影響 我覺得 言之上 早 反而就真的看一下 那單 deal 有什麼價值 我覺得 很多 可能有機會 那些媒體搞錯了 都不出奇 真的 那另外 再說一下 雄文股 今早 今早 有聽我做節目 有聽我看公司的台節目 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我今早 是減持了 三一六的 往往 也感謝你的 提問 你關心我的三一六 我也感謝你 雖然我知道 你不是這樣想的 那 其實沒有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說 對於這個版化的看法 我還是正面的 我 沒有 當然 上個星期五 CCFI 出了一個數據 SFI也好 叫我回落 同比 是 還比 跌了大概 零點幾% 這個數字 是叫做 連續升 二十個星期 斷了 今個星期 是跌了下去 但是 不知道是否因為 這一刻跌下去的情況 大家害怕了 擔心 運費價格 會有機會 跌到頂 所以 令你的股價 跌得這麼誇張 我今早上的時間 我也覺得跌得很誇張 但是 為什麼我沽呢 我也跟大家說一件事 我之前 我之前都說 其實你說 韓文股也好 要設置指示 因為我覺得 也跌得太多了 以及 勢力差 而且 之前的時間 我不知道它跌了什麼 那 運費價格跌這件事 是否足以導致股價 跌得這麼誇張 我不覺得是 我真的覺得 其實我的股價 是有點跌得太誇張 但是 下午 真的 剛剛在4-5點的時間 我再 做些功課 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其實不單在香港這邊跌 甚至乎 我上個星期的時間 我跟大家分享過的 台灣三寶的 什麼 長榮 陽明 還有現在 萬萬 不知什麼 三間 就是 當地 叫做 台灣的三大 航運公司 它的股價 今天會跌很多 航運指數 當地 都跌了 7.2% 反映 就是 大家對運費 這一下 逆轉了 有點擔心 大家可以擔心 還有今晚的股市 又比較差 所以 令到我覺得 沒什麼 選擇 選擇 我 搞了三分之二 都搞了多 但是 沒辦法 如果 除了這種因素 我還要輸 但算了 我只可以說 論基本面 我不覺得跌 0.幾% 是會令到股價跌這麼多 的原因之一 可能有些隱藏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 但是 因為這些市況之下 風險管理很重要 而且 我既然經常跟大家說 要嚴守止蝕 所以 我自己沒有理由 不身體力痕做 這件事 所以早上 就沽了一點 是這樣的 但是沒有辦法 我想 尤其是 當這些情況之下 當你覺得 可能那個消息 不應該跌這麼多的時間 要跌這麼多 要麼要是市場錯 要麼 有些事情 是我自己看透了 那 那就看看 當然 有些 我都沒有沽了 不過 留下我的事情 都是先放下 再看看 之後 看看 CCFI SCFI 的表現是怎樣 再決定估還是不估 但是 沒有 這一段的時間 市況 總之 一見都不對勁的時間 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了 又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股份 我記得今天 有比較多問題 想問的 先說 303 303 以往的時間 不過 拒絕新家庭的業績 是令我很失望的 但是我會覺得 罪不在它 因為 我相信很多的行業 都面對著 原廠率價格上升 問題價格上升 這一點 你說 這個 VTEC 他真的 他營景是 反映這個情況 那你說買不買呢 息是高的 但是不要忘記 如果他賺錢能力 是低了的時間 即使他派100%股息率也好 都是 意義不太大 所以 雖然我還是很喜歡這間公司 但是 這些位置 不見他們考慮著 都可以的話 等等 等等 那 找人的收息股 現在 都 很難找 其實公用股 是OK的 但是公用股的息 你可以說 如果介紹美國加息的時間 公用股仍然有一個 下途的壓力 所以現在 我想先看一看 其實你想想 連領展那些 今天的股價也跌了下去 反而反映就是 照顧大家對加息這個 看法 都看得很積極的 所以都是那句 現在可以的話 不要買 再等一等 那 騰訊 騰訊 這個 小米 恆安 他們回購股份 有沒有什麼特別啟示 通常回購股份 幾樣東西 有些這樣說 那個定義 或者那個叫購股份 原因是什麼呢 可能就是說 本身 他們覺得 現在的股價價值 相對比較低 或者是 反映不到現價出來 所以有些公司 會用錢去 正金百元 做一些回購股份 的動作 有些股份去註銷 但是都有很多 其實 是原因的 有機會 我們要拖家 是否拖著股價這樣 等到股價 沒有那麼大 第二 就是 可能他們本身 就是 叫什麼 就是說 有些公司 比如說 有些 賦商 可能 他們本身 就是有時候 會 收息 就是派股息的時間 他們不是耀股代息 可能收錢 我和大家 這些 可能收的股息 都是一千幾百 但是 他們本身是持了那麼多的時間 他們 一夜派息 可能派幾百萬 這樣 你就想想 既然 幾百萬 都不知道 也不等錢 所以 我覺得 他們沒有 還沒把這些錢 再加注 變成 再加注 溝貨 可能 再買股份 自己 很多 你之後 假設 再派息派 多些時間 當然 公司管理層 他們本身的持股量 有限定 亦有些公司 曾經有些做法 就是 回購股份 即回購股份 又或者 即增持 一時間大二 就令到 他們的持股量 多於三成 然後 要提出 技術性的全購 什麼意思呢 假設你持股份 是三成 當你34.99% 就是這樣 如果你假設 你回購股份 那些股份 拿去註銷的時間 你會變成 持股量 是多了 令到 可能他的 股權 多於三成的時間 就要提到 全購 但是 近年都很少看這些例子 只不過 公司回購股份 某程度上 你可以反映 就是 公司的價值 可能不應該這麼低 但是 同一時間 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包括托價 當然 大公司的機會 會有好味 托價 但是 你說這個 象徵意義 多於一切 反映盤 就是公司的價值 那麼 基本投資者 可能認可其中 一個方向 另外 就是 加加康 1690 這一隻 我沒有什麼意見 這一隻本身 我覺得 其實內地方面 這些 叫做豬肉的範疇 我看得不樂觀 我覺得 豬肉是 產能過剩的東西 但是 這一陣子 可能我的官員 突然緊張了 令到他的格格 曾經彈上去 但我看不到 我覺得彈上去也好 那幅度是有限的 所以 這次的東西 我又沒有 另外 三五四 真的是華為概念會 因為他本身有成一半的業務 他的收入來源 是來自華為方面 所以 它是一隻 都很明顯 是一隻華為概念會 只不過 他的格格 曾經達到不少 這一隻 我以往都看得很好的 不過 真的太多了 現在 可以的話 還是先等一會 多了 現在的市場 大家千萬不要急 真的要在DC 還有特別是 如果大家覺得 持貨比較重 自己有些擔憂的話 最好是減不減一磅 因為這些市場 我明白的 非常欠人玩 甚至乎 讓他們玩 但是 沒有啦 如果有事的話 如果要跟他們有事 大家一定要鬥努力 這樣 有沒有情況 好了 那今天就說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